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听一下东道主车队的选手杨金的说法 今天的赛段以爬坡为主 我在亚洲现在成绩排不是很靠前 但这爬坡赛段对我很有利 我爬坡也不差 如果我能跟着大气端上去 可能就是亚洲的爬坡不是很强 我跟着前面上去下坡就可以把他们时间拉上去 然后亚洲可以排名可能往前靠一些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爬坡王维塔利的一些说法 今天的比赛还有明天都是一个五指山的爬坡 进入山区之后我会发动这个组门攻势 跟我的队友一起 希望其他队伍的登山好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 这样子我们可以顺利的甩开贝尔金车队 然后来中断他们的连胜记录 希望能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3D路线图 那今天的三亚到五指山总长度为115.6公里 那也是号称呢本期环岛赛最难的赛段 其中呢两个爬坡点二级还有两个冲刺点 那今天最高海拔呢将近有500米 比赛呢即将开始 我们也看到蓝山的刘亦玲 信心满满的表情 好的发枪了 比赛已经开始 今天呢一共有124名车手参赛 气温呢大约是25度 那今天的阳光呢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所以比赛呢并不会太炎热 对于车手来讲算是好事 我们看到比赛刚开始之后呢 车速已经加快 那刚才看到是德国坤塔的选手 紧随其后呢是青海天右德的选手 那今天的车手们 已经很多次的尝试了攻击 但是大集团并没有让他们成功 比赛进入到60公里 即将到达的是第一个爬坡点 我们看到两位波兰3C的车手 和乌克兰国家队的车手呢 领先于大团 那波兰3C的塔西卡 顺利第一个通过的爬坡点 五指山的爬坡段呢 在海南岛的比赛当中 历届来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那那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大集团的车手 也是稀稀拉拉的呢 在奋力的爬坡 即将到达的是第一冲刺点 通过的呢 是瑞士阿特拉斯节库队的Alvin 比赛进入75公里出 出现了第一个稳定的五人小组 那其中包括 焦鹏达 马赛苹果队的选手 还有西班牙选手 还有巴库队的选手 和瑞士阿特拉斯的选手 我们看到即将到达第二冲刺点 那竞争非常激烈 马赛苹果队的选手呢 奋力杀出 马赛苹果的Conclavus 率先通过之后呢 拿下今天的冲刺积分 两个小时后呢 比赛已经完成89公里 我们看到 现在是四人领先小组 那已经有一个人调回了大团 那慢慢的呢 这个难度的爬坡 应该会把人慢慢的刷减 好 又看到是三人的领先小组 马上两人的领先小组 即将通过第二个爬坡点 第一个通过的将会是谁呢 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选手 顺利第一个过线 拿下今天的爬坡积分 他的名字是Karsia 五指山呢 是全国的著名风景区 那有自行车运动员 在山间的穿梭呢 相信更是锦上添花 这个时候呢 比赛已经进入到下坡 Karsia和Christopher 这两名车手呢 仍然在单独骑行 如果他们不选择配合的话 很可能就会被大团给追回 我们看一下他们之后呢 有没有一个配合的动作 好的 画面转换呢 我们看到 Christopher和Karsia 现在越来越接近了 好 两个人进行了配合的骑行 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也是为了双方呢 可以在前方拉大距离 但是很可惜 大团已经追上Karsia 那现在大集团 Karsia的距离相当近了 马上呢 Karsia就会被追回 这时候呢 Christopher呢 还是在一个人前方领骑 非常努力地在骑行 但是我相信贝尔金车队呢 不会让大团就这么轻易 放开他们两个人 那Karsia已经回到大团 大团现在马上就要追到了 Christopher 好的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大集团 那前方领袭的 我们仍然看到贝尔金车队 还有比利市农业信贷车队 哇 下坡的速度真的很快 那所有的运动员呢 也是一字排开 比赛进入到最后200名 我们看到贝尔金车队 仍然在前方呢 没有Zero Boss呢 今天贝尔金能不能拿下单战冠军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我们可以看到 后贝尔金车队 黄山黄山顺利 通过终点线呢 Hoffland呢 拿下了一个单战 非常非常的完美 单战的成绩 Hoffland胜利拿下第一 他的队友Lars呢 排位在第二 欢乐的贝尔金车队 加上黄山和绿的衣服 哇 非常开心 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画面 比赛呢 一开始就非常的激励 那很多人城市突围 不断的发动进攻 那今天的两个爬坡段 都很长 所以我们在后方 掌控大团呢 着实需要一些的技巧 那我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而Zero Boss在今天的爬坡呢 基本完全使不上筋 最后还好有队友 权力协助我 我才能拿到这个单战 非常的高兴 来看一下今天颁奖台的情况 首先呢 是我们的赛段冠军 我们可以看到 Hofland站在第一个位置上 那第二位呢 是他的队友Lars 第三位呢 则是八库车队的Christophe 刘亦玲蓝山 那已经保全蓝山三战 刘亦玲也非常的高兴 远点山呢 仍然在维他利的身上 那维他利呢 在赛前的说法呢 真的是实现了 Hofland再次穿上 冲刺王的绿衫 那当然呢 Hofland的优秀表现 肯定会一直保持着黄山 那在今天的GC榜山呢 Hofland人外排位第一 Armorisen第二 Thomas Leiser呢 又回到了第三位 明天将是第七赛段 也是本届比赛的最长赛段 217.2公里 那是五指山到东方 我是CyclingCN Terry 给你带来今天的讲评 谢谢